那么接下来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概念之后 现在我们就准备来看简报第11跟12页 简报第11跟12页 因为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服务 这些服务可能就有广告 或者要老师注册 那我相信大家都不喜欢看广告 我们希望它减少一点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 如果您是在这个电脑上 您可以安装一个叫ADblock 这样子的一个挡广告的工具 就至少减少80%到90% 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 那个云端服务很厉害可以跳过 所以没有关系 但是至少大部分挡掉了 那我后面都有写那个文章 所以您看 如果您想要挡掉一些广告的话 就在后面这边挡刚刚那个关键字 ADblock 好 那您会找到其实很多类似的 那么它本身应该是第一名 这个就把它点下去 那您会找到 Chrome的 当然如果您是Safari Safari 应该念Safari 或者是微软的Edge 也有 好就把它增加进去 好 那它下载完会自动帮你安装起来 然后就会出现这个 好会告诉你说 安装过程 等一下呢 它会告诉您 这里有荣誉字有没有 嗯 想要贡献它的 就自己 哈哈哈哈 抖内一下 OK 那这个就把它关闭没关系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了解 所以您的右上角这里 就会多一个 红色的手 那大部分的广告 就会被它挡掉这样子 包括YouTube的 其实也有一些效果 因为最近YouTube 已经感受到它的威胁性 所以其实有一些反制的动作 但是现在还没有全面这样子 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如果说您 在手机上 好手机上的话 您就可以考虑 用这个叫Firefast Focus 这个APP 来帮您做一些 包括这些Cookie 这些饼干 对不对 最终的 或者是广告的封锁 那一样 我有写一篇文章介绍 好您就可以参考一下 事实上这个 这个Firefast Focus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常用的一种东西 叫做什么 访客模式或隐私模式 这样您了解 但是它多了一点 就是那个广告 阻挡的功能 这样可以减少 大家呢 在行动装置上看到广告的机会 你在行动装置上 有没有常 现在用的机会比电脑还多 对不对 对啊 在上面的广告 我跟你讲更多 真的很讨厌 太多的有时候就很麻烦 好这是第一个 跟大家介绍减少广告的 第二个 那有很多的服务 有没有都要你注册 老师我们在疫情期间 没有注册50个 也有注册过上百个吧 那你注册那么多 你知道 收到广告信也是应该的 所以说 如果老师 你不是认真的 请找这种 抛弃式信箱 好吗 信箱皆可抛 可以接受吗 我以前部落格就介绍过 这样的关键字 那有两种 一种 以前比较常用十分钟的 就十分钟之后自动销毁 如果你有看过 Mission Impossible 讯息传达到了 嗯再见 以后就找不到人了 好 那他的好处是他有中文 但是呢 我觉得他的缺点就是 除了会有广告以外 比较重要是 他收信速度比较慢 所以你可能 我注册一个账号 也许你要等2到5分钟 才会收到信 所以呢 我后来就改用这个 叫Temper Mail 临时信箱 有没有 好 那虽然他有中文 但是是简体 所以我就不要用他就好了 好 但是呢 你可以看看 来你看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网站打开好了 来 我把它打开给各位看一下 不然我点 是我没有做超连结吗 我真的没有做超连结 抱歉 来来来 赶快补做一下 好 来 这样子 我把它打开 好 那你打开之后呢 他会在上面这边就帮你产生一组信箱 然后呢 您的收发信件 跟什么 跟我们一般的那个Gmail啦 学校信量一样 大概 他发信了 你几乎就可以马上收到 你就在下面这个地方直接进行收发信件就好 这样了解 那这个信箱如果你不要怎么办 有没有看到Delete 老娘马上换一组 这样了解 好 所以 就是你有很多信箱可以使用 你就不用那么坚持 尤其是就是我刚讲过 你不是真心的 你可能只是来这边做个测试 对不对 暂时性的使用 你就可以用这样子减少 就是您的一些资料流落在外面的机会 这样OK吗 反正网路上什么都有 什么都不稀奇嘛 不是吗 所以后面就加一个yahoo 有没有 以前不是有那个广告吗 好 那这个先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个 简单的工具